小张的八甲目前七连胜 你跟上了没啊 兄弟们经过了欧国联的一丢丢低谷以后 咱们是又赢回了八甲的第七场连胜 其实八甲看似基本面和信息都很难收集 但这也是我们比较好的机会 因为所有人想要找到八甲的完整基本面都很困难 这个时候只要我们比其他人多付出一丢丢的努力 就可以获得更关键的信息 这也是小张目前保持八甲七连胜的秘诀 尤其是八甲的球术 其实球术这里也比较好判断 因为八甲虽然地处每周 但是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开大合 反而是稳健更多一些 这就让我们在主客场 主客队方向拿捏不轻的时候 球术反而是我们更好的选择 而且球术的数据往往给的比较高 所以八甲目前如果你没有一个系统的分析理论 那么跟着小张的脚步就可以了 咱们今天冲击一下八甲的八连 而且咱们本月的肉串状态也很不错 也已经拿捏了六次了 今天也是给兄弟们准备了八甲的肉串 老地方找一下文字版连赛引路人 或者找一下大号九年一物看球 就都能够看到今天给兄弟们准备的八锡烤肉了 那也可以在评论区和小张交流 今天的视频肯定是来看八甲的比赛了 咱们挑的是阿瓦伊在主场队阵弗塔雷萨的比赛 目前本赛季八甲已经过去了11轮了 各支球队也基本上都定下来了本赛季的基调 今天的主队阿瓦伊是上个赛季八移比赛里面的第四名 成功升级到了八甲比赛的里面 目前本赛季看下来 四个升班马的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一个比一个排名高 反而是去年的第一名伯塔福哥 因为主力射手被挖走 目前只能够排在倒数第四 另外一边的福塔雷萨小张前几天还介绍过一次 目前看起来球队虽有了一点点的好转的迹象 但依旧是未能够逃出降级区的泥潭 目前他们七分的积分 也是八甲唯一一个得分未能够上双的球队 胜场到目前也是只有一场 提升排名之路任中而道远 先看看主队阿瓦伊 他们作为升班马 今年的战斗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主教练巴洛卡仅仅40岁 却在教练圈已经是个老油条了 阿瓦伊已经是他的第五支球队了 此前在伯塔福哥他差一点拯救了球队 差一点就能够帮助球队保级 在职教期间他采取了很多新的战术打法 还是相当有变化的 他们目前主打4141的阵型 前后场分工非常明确 在中场堆更多的人 也是为了控制住中场的局面放缓节奏 在反击当中寻找机会 封线上有我们熟悉的前中超外援穆里奇 从当年的速度为先到现在改变踢法 脚法是越来越好了 本赛季三个进球效率也是不错的 身后的小将比索利 10场比赛打入4个球 也是球队未来封线上的答案 球队这场比赛估计还是会延续这套踢法 在防守反击当中寻找一个机会 那福达雷萨他们上个赛季发挥的非常好 也是拿到了球队队史上最好的成绩 第4名 球队的攻防其实是有点失衡的 进攻只能算是普普通通 中等偏上 防守更是只有中下游的水平 在整个赛季竞胜球还是负一的情况下 都能够拿到联赛的前四 不得不说是个奇迹了 没有多线作战过的他们 这个赛地直接巴甲巴西杯解放者杯三线作战 而且小张发现他们在巴西杯和解放者杯里面 明显还是要比联赛里面更加用心的 联赛里面拿到首胜之后 球队并没有马上恢复 两场比赛面对着大巴车 他们都未能够在主场取胜 拿到两场平局 由于阵容上的缺陷 球队主要链也从之前的352阵型改造成了3421 三个中卫在后防线上收缩中路 前面是四个球员拖后 让进攻能力强一点的球员更加往前一点 把中场的分工更加细化 通过堆积人手的办法 希望能够在尽量中场就解决这个问题 同样也解决了边后位不足边路的隐患 前面是两名前锋突前 扮演一个接球反击的角色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球队能够拿到比赛的主动权 这个控球率也不错 但最后的终结能力不佳 导致了他们连续两场比赛收获平局 尤其是上一场比赛 更是在接近6x5的控球率 20多角射门的情况下 依旧不能够进球 这场比赛面对着升班马 同样是铁桶镇的阿瓦1 富塔雷萨的难度依旧是不小的 结尾还是说一句 今天也是给兄弟们准备了八甲的肉串 老地方找一下咱们的文字丸 联赛引路人 或者是找一下咱们的大号 九年义务看球 就能看到今天给兄弟们准备的巴西烤肉 也可以评论区找小张交流 咱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